八折路 八折路 這個是麥克風嗎 然後這個會跳 跳跳跳跳 直接沒有略過八能切就開始 略過八能切就開始 沒有沒有略過八能切就開始 沒有沒有略過八能切就開始 不易碰碰碰碰碰 感覺到 friction 你不是碰碰碰碰嗎 碰碰碰 組裝進磨碰拍 當時他如果有肉脹 本人的Nutal都算是這個性中還不錯 其實對付Pakman真的很吃跟他打過的經驗 因為有很多奇怪的Trick 阿德維的戰上風 水果 感覺對付Pakman也要先了解每個水果的作用 而且也要一直... KEEP IN MIND 他現在到底想到什麼時候 剛剛不小心把很痛很痛的鑰匙給丟了 心會用不到了嗎 因為鑰匙是用來殺人的 感覺像是不太會打 阿德維的動作 阿德維的動作 不錯不錯 NICE COMBO 這樣子如果 BOX要COMBO接回去其實也是蠻輕鬆的 如果能抓到幾個地方 這兩聲也是有哪個是 鑰匙 鑰匙 鑰匙就是要殺人的感覺 你感覺鑰匙就是有點壞 想要立刻把他幹掉 不要讓他有機會拿出水果 感覺也是隨時要小心PACMAN 有一個Vertical直接往下的 哎呀 整個BLAZIN推出去 喔喔喔 殺人鑰匙來了 就這樣接 所以那是一遊戲吧 阿德1 不容小規的阿德 Edward要換成Claw了 萬用了Claw 不管對誰都可以用了Claw 喔喔 好像Edward又沒有要用Claw了 喔 變成Mario 阿德也同意 所以現在變成Mario 要去Town&City Town&City這個關卡呢 就是 左右旁邊比較短 上下比較多一點 感覺對於那種要橫丟的角色的話 欸? 我剛剛講的應該是正確的吧 好像是 算了還是不要多說話好了 聽得說錯東西 好 nice start 唉唷 用這個小水槍 我想換成Mario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水 然後Packman有水 所以懶人都有水 感覺比較有序吧 畢竟現在天氣滿熱的 欸? 換成Mario感覺滿有效果的 現在 Edward的Nutro是站上方的 阿德一直被丟到場外 然後一直被水噴 回來有點struggle 哇 欸欸欸 小心後面的水會噴人 欸欸欸 小心後面的水會噴人 欸欸欸欸 小心後面的水會噴人 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 嘖 小心那個突如其來的鑰匙 不過感覺 learn the water 已經有點 開始在了解水果的運作方式 冷靜 幾次都被人防得下來 應該系列者 比較整個之一 欸小心 阿 阿德可以抓回阿德 欸!這樣丟會死嗎? 差一點點 鑰匙都被水噴走了 感覺水的效果效益沒有很佳 尤其是對於這種回場距離很長的Pagman 好險 Mario的回場的破綻是比Fox少蠻多的 我總覺得這樣的水槍用法有點...沒有那麼的有效 欸!剛剛什麼? 是Nair嗎? 阿德被踢出去了 現在要追回來還是沒有可能的 Mario也算是combo很扎實的一個角色 欸!沒有碰到火焰了 我覺得Pagman總是隨時可以用上臂上逃生 欸!不錯不錯 剛剛那個...野心很大 那個...沛爾如果中了就會...很危險 大可以用披風把那個鑰匙給... 飛回去展...欸!趕快要丟鑰匙了 趕快要丟了...丟了...丟了... 又丟了... 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欸!要拿著鑰匙 其實真的不該給他時間拿鑰匙 不然真的很危險 不過如果能反彈回去的話 現在阿德...可能被打到也是...很容易死掉 真的想看第三場 喔!趕快要丟了! 喔! 被水噴到天堂 喔! 突如蝦鑰匙 不可能 有不可能 好的! 超棒喔! 有不可能 這就3 好! 是5... 2 out of 3